是的,我们又回来玩这个恐怖奶奶重制版了 好巧不巧,她刚刚更新了万圣节版本 恰巧我们昨天刚刚更新了一个如何解锁特殊能力的视频 所以这次我们就带上特殊能力来玩一次 OK,开始吧 我们选的能力是Post 就是能看见奶奶位置 然后道具种子是1314 又要见面了呢 我们直接跳过一下起床动画 这个透视唯一的缺点就是不太明显 和道具的对比起来就相差很大 OK,我们拿到了一个锤子 先扔下去 哦,奶奶刚刚好从我们面前经过 但是她去三楼了 从画的后面我们拿一个门的钥匙 奶奶好像下来了 我们躲一下 她在这里 你们能看见亮起来的地方吗 抓不到我吧 她似乎去一楼了 先过来把这个门解锁了 再确定一下奶奶的位置 她不在 我们直接去三楼 复原一下这里的画像 然后拿让这个遥控器过去躲起来 OK,奶奶也过去了 我们去一楼开那个门 还是一样 踩在这个铁板上面可以不用受伤 这是一个小技巧 用锤子把木板敲下来 听到奶奶脚步声了 敲完赶紧走 追不上我吧 从这里过去 到后院拿钳子 奶奶在那边 先把地下室的电线捡了 让我们来看看奶奶的位置 在这里呢 去三楼了 OK,她往后院那边过去了 奶奶是可以听见我们 剪电线的声音的 所以要等奶奶走远后 先输入密码2471 奶奶过来了 先走 先观察一下她的走向 院子里面居然没有捕兽夹 不能把奶奶吸引过来 她好像去三楼了 我们过来把门上的电线捡了 OK 来这边拿一个密码卡 保险柜柜是在三楼 所以我们还要上去一下 发现一个捕兽夹了 终于可以吸引奶奶了 哦,不,被奶奶发现了 赶快来这里躲一下 她往地下室下去了 OK,刚好我们去三楼 这里面应该是额外钥匙 OK,没错 我们的大门道具差不多了 发出声音 把奶奶吸引上来 来找一下奶奶的位置 这看起来不是要上来的样子呀 难道她没听见吗 用铁罐子吸引一下试试 她好像还是听不见 这可怎么办呢 她好像在院子外面 嗯,她怎么连地板声音也听不到了 先不管了 我们还需要去地下室拿一个西瓜 这里 这里 看不清她在哪儿 我们去窃西瓜吧 最后一个道具在地下室 那个保险柜 奶奶好像还是听不见声音 估计是游戏出bug了 不过问题不大 挂锁钥匙 不是很确定她在哪儿 这个透视真的看得不太清 她去三楼了 OK 拜拜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点个免费的赞吧 我们下期一见